赵老师 讲一点我的经历 作为女性我的经历 我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他也有一点你这样 就比如说我让他不开心了 因为你让我不开心了 所以之后我两三天 会有一个做得不好的行为 就是他觉得我是让你不舒服 因为你之前这样让我不舒服了 那回过头来看 的确有一些地方 第一个人会做得不好 但是如果你肯坐下来 开诚不公地去聊 我觉得两个人都能共同 去找出一个 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式 但是伤害是不可以的 那所以之后呢 我跟我老公 我们两个就 因为我们坐下来 好好的沟通 所以我们现在形成了一种默契 就是有任何不舒服 都不是说我马上采取行为 而是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在过夜之前就坐下来 把这件事说清楚 因为只要能沟通 只要愿意用心去体谅对方 一定可以寻找出一个 能够一起走下去的方式 我觉得你们应该想一件事 就是你在遇到每一次不开心的时候 你第一件要想的是 我是想跟他继续走下去 还是要分手 我是想跟他继续走下去 好 当你想好了说 我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专心去做那些 能够帮助你们在一起的事 赌气 发脾气 做很多这种报复性行为 都是没有办法让你们在一起的 只要你想清楚说 我爱这个女孩子 我要跟他在一起 其实你就能够去选择做那些 帮助你们一起走下去的事 你们现在都是太考虑自己了 考虑自己是不能成长的 可能我还是希望相爱的人 或者曾经相爱的人 能够彼此再给对方一个机会 感情有的时候就是再坚持一下 不管你们能不能够走到一起 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在曾经的感情之中 有成长的空间 有成长的机会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谢谢张老师